大家好 欢迎收看明镜焦点 我是安华 今天的时间是2018年的11月29号 我们在华盛顿跟大家今天要聊聊这个即将要举行的川习会 那么现在看来习近平已经有些挺不住的感觉 那么这是种种的这种诸多的记号 信号和迹象所显示出来的 那么就是说习近平在内忧外困的包围之下 感觉是已经有些招架不住 所以开始释放出一些信号 那么应该说这是和他之前一系列的贬政所分不开的 那么他的这些举动已经遭遇了国内外 那么对我观察来看 应该说最主要还是来自于国内的 这些反对力量的全面的反击 那么这个反击是从舆论 是从媒体 是从知识界 是从经济界 包括还有政界 那么这些精英人物纷纷出来对习近平的这种贬动 或者说是倒行逆施进行了抨击 反击 那么还有很多人用这个经济数据来表明问题 就是说现在中国的这个经济已经是在进入一个下行的这样一个通道 那么如果说经济的这种下行或者说失稳 那么这将是习近平执政的灭顶之灾 所以说在这种情况下 那么在川习会即将应该说定于12月1号举行 那么在这样的一个时间节点呢 突然啊 那么这两天呢 这个让步说是纷纷的出路 那么这样感觉有些蹊跷 因为之前的这种分析报道 或者说各方面的这种流露出来的这种信息也好 似乎感觉习近平很牛 是坚决不让步 甚至有些报道认为呢 让习近平让步是不可能的等等等等 那么这个之所以现在出现了诸多的这种让步说 而且是为让步呢 进行一番解释 为什么可以让步 那么可以让多少步 那么这些呢 报道或者说分析呢 也是比比结识 这就表明啊 我们知道呢 在中共的这个话语体系之下 那么这些信息的纷纷出炉 包括在中国国内的媒体 也有同样的声音 那么这和国外呢 是几乎是同步的 那这就表明啊 中共现在内部的这个争斗 是异常的激烈 甚至可以说 已经到了某种临界点 转折点 所以呢 赶紧为这次川习会 这个谈崩啊 或者说 中国方面 中共呢 做出大幅度的这个妥协 进行一个舆论的铺垫 造一定的声势 那么具体来说 我们看到包括这个航母计划 那么前前两天呢 刚刚出现啊 所谓这个中国的第三艘航母 也就是中国自己建造的第二艘航母 那么就说是这个平直甲板起飞的 用这种 这个弹射起飞的 这样一个新型航母 再见的这样一个消息呢 在新华网的这个微信公众号上 被这个有意无意间 似乎是不经意的透露上来之后呢 被很多媒体啊 纷纷的转载 但是呢 这个消息 最初的消息呢 却被删帖 那么这就表明呢 当时在节目当中啊 我就说这是明显 又不招惹 或者说避免刺激 美国方面的这样一个考虑在其中 那么现在看来呢 这种说法呢 又得到了进一步的 这个印证 包括我们看到呢 日本的独卖新闻 在昨天的一篇报道呢 就说到啊 说受到这个中美 贸易摩擦的影响 中共的这个新航母的建造计划呢 正在延期 而且呢是 这个报道说是 据航母建造计划的 相关人士透露 那么新航母建造延期 是因为中国经济 受到贸易战的影响 正在出现减速 而中国政府呢 不希望再过度的 刺激川普政府 那么报道还说 中国军方原计划 在2030年之前呢 实现拥有四艘航母 那么这也是在之前的啊 一段时期的这个报道当中呢 是已经是基本上得到印证的啊 那么也就是包括这个中国航母的 这个总设计师也曾经说过啊 至少得有个四五艘吧 那么这是他当时的这个话 不过呢 消息人士说 因为中美贸易战一直持续 那么最近被提上日程的 这个第四艘航母的建造计划 被延期了 那么这是一个明显的一个啊 这个让步啊 或者说啊 中共方面呢 已经是感觉到啊 投属机器啊 有这种感觉 那么这个主要呢 我刚才说到啊 那么这个压力呢 应该说还是来自于国内的啊 毕竟呢啊 习近平是在中共啊 这个中国的国内在执政啊 所以呢 他这个来自周边的这个压力呢 如果说来自国外 仅仅是来自国外啊 那么他还可以打一打民族主义牌 啊 这个啊 这个顺势而为 但是来自于国内的这个反对势力 如此之强烈 应该说是超出了他的预期的 那么在这个同时 我们也看到啊 美国美军的军舰 是再次啊 穿越台湾海峡 那么我们知道呢 在前不久啊 台湾这个九合一选举啊 国民党取得大胜 那么这个中共方面呢 似乎也是觉得是洋洋自得啊 认为自己的这个啊 对于台湾的这个极限施压呢 也是产生了这个效果啊 非常高兴啊 那么在这个时刻 美军舰再次穿越台湾海峡 那就是公开的在挑战 或者说在打脸习中共 而中共的军队啊 那么包括外交部也好 国防部也好啊 那么做出了相应的这种啊 表态都是这种城市化的啊 和之前没有什么实质性的不同啊 仅仅是叫喊两声而已啊 那么公共的军队呢 在台湾海峡的这个进行了 一定的这个实弹的演习啊 那么被称作是隔空反击啊 那么中国的这个官方媒体呢 是叫做隔空反击啊 那么让人感觉挺好笑啊 那么是不敢面对面呢 只敢这个隔空在叫办 那么再一个事件 就是啊 所谓把这个马云啊 是中共党员这件事情呢 又刻意的啊 再抬出来 那么而且用的是这种啊 出口转内销的这种方式啊 说是这个国外媒体啊 把这件事情吵得怎样怎样啊 说明怎么样啊 对中国又是 是怎么样的这种偏见啊 或者说是这种偏执啊等等 那实际上呢 这个消息啊 我相信呢 是中共方面呢 要希望通过这个消息 来表达一定的这个意涵 什么意涵呢 也就是说呢 这是表明啊 现在习近平的这个中共啊 心是虚的啊 不仅是之前呢 习近平在这个私营企业 这个座谈会上呢 表示啊 这个私营企业家呢 是我们的自己人等等啊 那么这已经是啊 相当于呢 就和这个江泽民的 这个三个代表呢 是划等号了 那么在这个情况下呢 这把马云是中共党员 这一说呢 又搬出来啊 就表明了 进一步表明啊 你看我们啊 我们现在对私营经济啊 私有经济啊 充满善意的嘛 对这个私营经济力量 这个啊 做出这种反弹 我是做出了让步的啊 或者说呢 进行了呼应的啊 实际上呢 这就是一种让步 或者说投降 那么这个环球时报呢 也很搞笑啊 那么还进一步呢 又把这个王健林啊 柳传志啊 等等这些人 都是中共党员 这个消息呢 也都搬出来 好像似乎是印证 这马云是中共党员 是很正常的一件事情吧 那么实际上呢 这个似乎呢 这个环石呢 也是在揣摩圣意啊 现在是在为这个 这个习近平呢 可以说是在秦王啊 及时的进行 这个秦王 同时呢 我们还要再谈一谈 那么这个习近平内阁 那么这个当中 有一位这个 他的亲信 刘鹤 那么刘鹤 现在呢 据说已经是 这个川西会啊 双方各代的 这个六个助手当中 中方的六个助手之一 那么他呢 应该说也是 习近平的一直重用的 这样的一个人物 那么刘鹤应该说 他本身呢 就是一个 中共内部呢 一有的力量的一个代表 他在这个经济 治国理政方面呢 他应该说呀 和李克强的这个理念呢 是比较近似的 都是这种 自由经济主义的 这个拥顿 那么他之所以受习重用 当然了 一方面呢 是他和习的这个私人关系 当然了 前段时间也有消息说 习近平对刘鹤的不满 主要就在于 就是明明 你是我用的人 怎么你现在又跑去 跟李克强穿一条裤子 那么这是他 就让人感觉 就有点像当年这个 这毛啊 对邓的这种怨气 就说明明我是重用你的 结果你去跟这个刘少奇 跑到一块去了 那么这也是毛当年 对邓啊不满的地方 那么他对这个 受到习的重用呢 就表明啊 还是说呢 习是希望 要走出一个所谓的 另外一条道路 也就是说要把毛和邓打通 更具体的说 就是在政治上 要搞毛那一套 那么在经济上 我要坐享其成 要用这个 这个邓小平的这个 改开的这路线呢 继续玩经济 那么前后打通 但是呢 我们之前节目当中也说过 这是一个奇异的一个组合 是一个一朵奇葩 是一个怪物 因为这两者之间 正毛金凳 这是有不可调和的 或者说是结构性的矛盾 实际上呢 毛本人呢 当初呢 也是希望进行开放的 之所以说呢 他为后来的这个 中共的改开呢 也是做了一定的 这个铺垫的工作 包括和西方缓和关系 那么但是毛的这个理念和邓 应该说是敬畏分明 截然不同的 那么他是要开放 那么开放之后呢 是为我所用 为我提供方便 为我这个搞好 这个所谓当时叫做国民经济呢 创造这个有利的外部环境 而邓呢 则是真正要改革的 那么说白了 邓就是要搞资本主义 就是要补这一刻 或者说当时的这个余境 那么 从外部环境讲 那么美国呢 实际上是正式筹准了这一点 美国是不能允许 或者接受的就是 习近平要搞正谋金邓 我干嘛替你做假意证啊 让你把经济搞得是 现在成了全球 这个经济体量第二 而且是 好像有这种 作而忘一的这种野心 然后呢 你政治上又跟我离心离德 然后呢 似乎要走一条这个 这个 集权的 或者说是独裁的这样一个道路 那么这是 美国所不能允许和接受的 应该说呢 江泽民当年呢 在这个 三个代表啊 他提出这个三个代表呢 是为资本家入党开了口子 那我们之所以说到 这个马云 柳全志 王健林等等 那么有诸多的这个私营企业的这个大佬呢 都是中共的党员 那么这个三个代表呢 实际上呢 我们都很清楚 是要搞一个全民党 也就是说呢 要把中共从一个革命党 转向一个执政党 但是呢 因为 中共不允许 其他党派势力的介入 所以呢 就只能搞他的这个全民党 那么这个全民党 要包罗万象 包括 所有的这种 这种 力量 或者说是势力 那么这就意味着中共内部 也就随后呢 也就进一步分化成了 这个既得利益集团 或者说既得利益富人派 和这个所谓 现在的这个吃瓜群众 这个穷人派 所谓的普通党员 那么当时呢 就是有消息说 这个邓立群 纠集一些人呢 来写信 反对呢 实际上就是这个 那么就说 你这样一来呢 中共内部势必 是要分化 那么这一点呢 应该说 说的也没错 那么就说 这个分化 就成了 这个 会让中共 发生 这种 根本性的 结构性变化的 这样的一个开端 当然呢 那么这倒也是可以成为 中共顺势而为 走向党内民主的一个契机 或者说是条件 如果说习近平能够认清这一点 我就干脆 当然呢 这个党内 有这种左派 也有右派 那么这个左右之间呢 左的可能 有些人想更导向 毛那一方 那么右的这一方呢 更认同的是这个 邓小平的路线 那么如果这样的话呢 搞一个党内民主 或者说 这个毛贡和邓贡 那么之间 实现一种平衡 或者说相互的这种 制约制衡 这也不致是一件好事 如果那样的话呢 这个事呢 反而就变成了一个好事 那么对于这次这个川习会啊 那么有些什么样的展望啊 我觉得这个德国之声啊 对 布鲁钦斯学会 这个中国部的主任 李承的这个采访 我觉得他这个当中 李承说的这几句呢 还是有些道理的 他就说 这个你认为啊 美国对中国的战略转变 到底想达到什么样的目的 李承就说呢 这还现在还不能说非常清楚 还是有很多分歧的 在应该说在美国的这个政坛呢 当然我们也看到了 包括像基辛格呀 布隆伯格呀 包括有像保尔森呀 这样的这种所谓的直华派 或者说是 这个清华派 那么还有呢 当然就是 强硬派啦 像纳瓦罗呀 像这个 这个班农啊 这些这个 强硬的这个对华派 那么 所以说呢 李承就说到呢 这个 有一个共识 虽然说呢 有很多分歧 但是有一个共识 就是说认为 过去美国的对华政策 还是的确出了很多问题 那么新的战略 他认为呢 还没有完全形成 还是在一个 形成的过程当中 或者说是在一个 各方势力呢 进行碰撞的 这样的一个探索之中 我觉得呢 这个话 倒还是比较符合现实的 那么同时呢 德国之声还问到 就说最近啊 如果就说 回到这个啊 本周末即将举行的这个 这个川西会 那么两个人 是不是能不能 奇迹般的 拿出一个 隔着矛盾的办法 那么李承他认为呢 就是他说 他们即使想这样做 也是做不到的 那么因为不可能 一劳永逸解决问题 那么这个呢 应该说也是 说的还比较重看 的确呢 因为中美呢 有很多在这个 结构上的矛盾 有这种意识形态 这种认知 包括实用主义方面的 这种差异 但是双方 能够管控分歧 或者说通过这次 这个川西会 能够缓和一下矛盾 或者说呢 中国方面 现在在这种 习近平在这种 内忧外困的形势下 做出 这个明显的 一个重大的 或者说重大的让步呢 这都是 完全有可能的事情 而从这些 缓和 而给市场带来这种 正面的这种信息呢 这种可能性 还是有的 而且是比较大的 那么 做一些 这种战术层面的 技术层面的 这样的一个交易 那么这种可能性呢 也是同样存在 好的 我们今天呢 有关 这个川西会 关于习近平 关于 中国 现在的这个 国内外所发出的这些 舆论信息的这个导向 究竟意味着什么 那么 我们今天呢 这个题目呢 也就是已经点了题了 那么就说 感觉习近平 受到这种 国内外的压力呢 已经是让他心力交瘁 已经是有些招架不住 那么现在呢 我们拭目以待 看看川西会之后 或者川西会和川西会之后 中共的政坛 会发生一个什么样的变化 或者就是眼镜 我们拭目以待 感谢大家收看 我们下次节目再会 再见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